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赢得天下,就是因为他独具慧眼,能够分辨人才,尊重人才,使用人才,这是他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。 不过刘邦却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看走了眼,在八个儿子中,他最欣赏妻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,认为如意最像他,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没有立如意为太子,而是让旅后的儿子刘盈继位,也就是汉惠帝。 汉惠帝在任期间碌碌无为,很显然刘邦看走了眼,赵王刘如意被旅后害死,也没有什么作为,不过有一个儿子,他具有帝王之才,却被刘邦看漏了,他就是代王刘恒。 刘恒是刘邦的中子,刘邦平定了代帝,刘恒就被立为代王,建都中都,刘恒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是很幸运的,刘邦共有八个儿子,旅后仅生了一个,即惠帝刘盈,在惠帝去世后, 旅后为了使自己长期掌握政权,对刘邦其拉的儿子们大开杀戒。 三个刘姓赵王,刘如意,刘友,刘恢相继被杀死在赵王日上,赵王对刘邦的儿子们而言几乎就是阎王殿的代名词。 三个赵王死后,旅后让代王刘恒,继位赵王,这等于催促刘恒踏上不归路,但是刘恒以为嫡母守边拒绝道任。 而且在旅后专权的十几年中,刘恒一直装落智,不仅骗过了旅后,也骗过了精明的陈平,骗过了朝中所有大臣。 朱虚侯刘章杀死旅产,走出平定朱旅的最为关键的一步,刘章立此大功,而且又是刘邦的孙子,完全可立为继位之君。 但是陈平周伯有私心,如果让年轻的刘章登上帝位,他们这些老臣很难控制朝政。 出于私心,二人一致推举代王刘恒继位,想让他当个傀儡。 刘恒一到京城,周伯才知道上了大当,刘恒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窝囊废。 汉文帝刘恒继位后,首先就是杂击众臣,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伯的处理。 汉文帝打压众臣之后,开始实施自己的帝王制裁。 他历经图治,兴修水利,一桌朴素,废除肉形,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。 当时百姓赋予天下小康,他与其子汉景帝统治时期被合称为本景之志。